很重要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安全性这一块 还有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把这些 因为我们做了好几年时间 怎么把这个不断的完善不断的优化 是怎么做出来的 对于这个独能车安全性这一块 因为这个独能车主要的器材 就可能有电机还有一个电池 还有一个主控板 然后对于电机 因为这个电机是供应商给我们做的 我们对它的供应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每一台电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一款电机 它都有它的一个转速 我们电压都是一样的电压 就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它的那个转速 就是必须要符合我们的要求 并且我们带多大负载多大电流 这些参数都要符合我们的技术要求 就是从供应商那里过来之后 我们每一台电机都会去测试的 测试并且别台电机都是有测试记录的 在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我们保证 用户在骑行过当中这个电机是安全的 因为这独能车三大件 电机 主管 还有电池 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造成安全疑惑 所以我们主要的那个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去把那个安全方面其实不断的提升 然后就是电池这一块电池呢我们那个主板还有就是电信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去 那个独能车的控制就是那个保护板是我们自己去设计的 然后大家都看到我们自己一楼在铁片就是我们自己去生产的 电信的话呢我们全都是用的进口的LG 从下的这种全都进口电信 像以前刚开始做独能车的的时候 很多是用的是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就是可能质量和方面被的保证 就是所以说很快他们觉得那个时候那个独能车卖的很便宜 但是最终都死掉了 最终成活下来都是这些就是性能呢还是质量非常好的成活下来 所以说我们能够从刚开始一步走到现在 也是因为又有了这些好的做一些基础 然后电池那个就是在就是我们供应商的话 这里面的一些要求都非常严格 我们那个之前我们电池里面每一家支架都是一个一个叠起来的 但是我们我们现在做了电池 那你们全都是加了支架的 就是每一块每一颗电池后每一颗电池 这些都是有隔离的 是关于什么碰撞啊什么样子 它不会造成了很多这种情况 并且就是那个板子要放在电池上面 以前我们都是用烙底去焊的 但是因为是人会去操作很难把控焊息啊 它吸扎啊掉到那个电池里面去 可能会造成了很多这种情况 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全都不用那个烙底去焊 全都是点焊 就是用那个点焊机 把那个裂片直接点到上面去 所以就肚决了这种有吸扎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安全这一块的话 基本从每一个细节去居住的时候 去把它把它控制 最后一个就是主控板 就是我们的主控板 最相当于我们这个停车车 这个独门车的一个口气 对于那个控制板呢 它分为主要是硬件或软件两块 硬件的话呢 我们那个就是驱动像摩斯管啊 电源部分这些电源S 全都是用的是进口的IR啊 那些都是都是很有名的 那个还有就是ST的呀 这些都是很好的这种 像很多就是为了解力成分 就用的很差的那种质量的 这导致 可能做一个两个别质量问题 所以我们为了滑通这个质量 就是就是那用户起应的时候 不出现什么安全硬件 所以全都是用的进口的这些 还有就是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这个主控板上面 全都刷了那个防水胶的 就是那个防水胶呢 就是水滴到上面 不会有任何问题 并且那个胶石 把那个主板流源系继 全都固定上面的 抖动啊 不会说松动的 所以这个也是极大的 就是把那个主板上面 安全硬件提高的 硬件这会儿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转件 转件的话 因为我们骑行的话 相当的你们也骑 这车子的骑行感是非常好的 可能你们没有骑 以前那种 公版的车子啊 加速啊 转弯啊 低头啊 这是效果很不好的 那这里面呢 这里面就是主要 主要说一下这个安全措施 安全措施主要就是 像低电压呀 还有就是它那个输出功率 快达到极限了呀 还有就是它电流太大了呀 这些都是有保护措施的 就是像我们刚开始充满电的时候 也许我们能跑30%的速度 但是让电量少于30%的速度 30%慢慢慢慢的下降 这个减速 这个就是让你们减速的机制 就是让车子慢慢慢慢抬满 并且我们抬满它不是一下抬起来的 我们都是让它慢慢慢慢的 就是是一个自速式的 让它先抬一点 后面的话就抬得多一些 就这样去抬满的 就是控制版的用 转件这块的话 就是这样子 然后其他方面 你们有什么用呢 可以更加详细的 给你们办法去讲解 在市场呢 有那个 独轮车着火的问题嘛 你们家这家公司怎么 避免这个问题发生呢 那我用英文来问也是 there's also incidence in which unicizers actually caught fire outside of china in some of the places so how does your company actually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对于就是说 在独轮车着火在一块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 就首先我就说的 第一个是电池这一块 为什么 为什么把电池放到第一位 因为它虽然是 就是是这个 整个车子的 以动力来源 来源的地方 然后就是 另外一个是安全性 安全性 我刚才也说了 是加支架 然后整个 整个供应用减焊的技术 并且我们向新的 那个 那个 18L这款车子 里面把那个 电池管理系统 扎进去了 我在七行公司当中 或者在 在运行之前 我会去 之前这个电池 每一届电池的 那个电池的 这些状况 电压 还有它一些容量 所有的一些信息 全都可以在 可以发到那个主板 上面进行来 进行分析 看它是否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它会告诉用途 这个车子 现在有问题了 如果没问题 它就可以继续细心 对于 对于电池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是花了 很大的一些功夫 在上面去 因为我们要把它 做到安全 请看 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 这个车子 它可以用多久 可以用几个 它的寿命是吧 对 一般像我们这个测试的话 用了三到五两 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除非就是说 你经常把它刷压 或者是刷压了 或者是刷压了 就刷压了 这样子可能是让自己刷压 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刷压 可能拿到八九了 这个里面没有了 就有点普通 就是不好拿了 可以连那个 通过器就是 转换一下 就可以紧急 可以继续拿 像那个电池的话 可能一般三五年之后 续航可能会慢慢下降 这个时候 可能需要电话电池 但是主板和电器 这个时候 可以保持它的智能 对 因为它那个 主板基本上 不会什么消耗的 因为我们也发了 防对焦的 基本上是防晨啊 防潮啊 那些都可以做到的 对 那么下雨天 能不能过去 没问题 我们测试的时候 这样子就下雨 过去测试 看它会 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看我们 上面是整个盖板 盖上去的 把它租了 所以那个 那个雨水是跑不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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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地上有 激水 激水 不会用 我们 我们那个盒子 在两个活命队之前 那个活命了之后 那个中间 有一条红毛 全在打 那个 打交权的风鞋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呢 他们必须注意什么样的安全呢 对于新手而言的话 可能 可能大部分新手 因为他不熟悉这个车的 从来 他都会买 那个 价格便宜一点 价格便宜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电池 就少一些 电池少一些 因为都知道这个 这个车子 它的动力来源 就是这个电池 电池少一些的话 它肯定 它的动力就小一些 那新手呢 可能不熟悉的情况下 可能会 急加速啊 怎么样 可能这个时候 电池 电量太少了 可能就 供应不足 可能就导致什么 这个速度快了 可能 可能加速太快 那车子根本就跟不上 你这个速度 所以容易老板 这种情况 所以说一般新手来 加速的时候 要缓慢一点 或者你要么 选好一点车 加速就没问题 就是说电池 电池电量多的 那就没问题 但是 但大部分都是选 这个电量少的 所以说 比加速了 还是 因为他车子 自己排法 比较 调低一点 这样子 所以保持安全 还有就是 骑的时候 不要加速它 你 这样子 嗯 其他方面的话 因为车子 他本身是做完 这些安全措施的 他有什么报警呢 或者是 效盘能力 自己解除就可以了 情况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车的 最大问题是 他要学上手的话 定义是那么一件 容易的事 我问 这边 你们什么 报警 一个 一个 警局方 说 可以 帮助这一块的 这个的话 就是说 如果说 你一个人 一个人的兴趣 去学这个 可能 一上去觉得 也太难 然后来 可能也不想去学 但是 像现在 现在这个图面 是能发展到今天 就是像目前 基本上都是 很多人 一个带一个 一个带一个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去学习的 就是说 有一个人去教你 的话 很快就会上车 就是像我今天 那样子 说到你们 我会保护 就是说两天下 我绝对把你的 交回接了 那种方式 路上可以到处去 但是你自己学的话 可能每天 学个一两个 人家 学个一周走 才能够到处 所以说 就是说 别人把你扶着 就是有人去教你 的话 这样是最快的 但是你也会自己磨走 像以前 我们刚开始 都是有大种 扶住能 也许你能站在 那边能够走 但是他有学得很慢的 所以说 像我们现在 坐的车子 基本上没有扶住能法 那小孩子 为什么学得很快 就是小孩子 因为他不怕 他也站在上面 到处跑不到处跑 所以一会儿就学会了 那个我们老板的小孩 那天晚上 以前我也教过他 走过 那天晚上 两个小时 就骑得到处跑 所以说 就是学这个 车子的 一定要 人家说 有胆大心细 胆子应该大一点 不要怕 这车子 它本身是不会 找问题的 这会儿 这会儿 不会放心的 对 这样有没有 省电的功能 因为大家可以吃饭 他们讲 可以停阅 可以用 App 有 拔牙 像吃电 会不会很大 什么意思 就是很可能 不得省电 不会省 不过 这个车子放在那里 就是你可以 就是放个四五天 它都不含个电 就是你不关心 的心无想 因为它是 放那里是很省电的 它不会什么 小孩 好电 对 因为相对人的 把人站在这儿跑了 那个公立 放医院来公立 就是太阳之力 所以说 所以说基本上 因为那个 只好小朋友 那么再来看看 这车 还有 以后还有 什么可以优化 以后优化的话 就是对于第一初学者而已 还是说 对于后面就是说 拿到一种代步工具去看待了 代步工具 代步工具的话 对于就是后面的话 代步工具 以为是电池这一块 就是因为 还是很多人觉得 这个电池续航不够 还不够 对 他们觉得还是不够 所以说可能后面 如果电池上面 有什么新的突破的话 我们可能会 换更 更前的电池 让它续航更高一些 然后在安全方面 做得更好 后面的这个 这个突破发展的话 就是最基本的 肯定是会推得走的 一个拉杆的 这是最基本 第二个来 就是更加轻便 更加轻便 小小一些 现在的重量 现在的话 我们最主要 像14寸的话 那个是13公斤 很多 对 因为因为里面 有两块电池 像一块电池 要更轻一些 对 然后就是 因为它现在 这个产品 属于智能化厂 没是需要APP的 就是在APP上面 就是不大的晚上 就是假设区啊 发动开啊 还有就是 运卫啊 播放电池 然后后面可能会把 就是让你带 来提到这个GPS 可能会把这个加进去 然后用户呢 就是随时知道 自己的一些行驶轨迹啊 即使你车子丢了 也会通过你 可以去查找 就是朝着这方面去发展 我刚好要问 这两车怎么防到 像目前的话 我们测试 那个APP 也可以点击 说车 你可以给车子 设置密码 就是走进来 要连接车子 那个设一个密码 设了之后呢 然后你再连接 这车子没动力的 别人别人必须知道 你密码才能去 免贴进去才能去接受 不然的话 它这个车子是 不会的 适合判断 现在这个可以自动 现在车子也是自动 用拿的 就是说 就是Packendall 这个因为它是一个轮子的 不像像小酒吧 它可以占在它轮子 但是就是说 它两轮子的 对于初学者而言 确实很方便 在那方面就几分钟就学会了 但是你习惠了之后 你会觉得 独能比在哪 还有方便的多 那个双轮的 如果说你在路上 遇到的坎 有一边掉进去了 跑不前 你肯定会不上去 然后这独能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明火 然后并且便携 就是看了 它的通过性更好 一个人 不管多大坑气 反而掉下去 都会起来 它有点疏面 所以拿走能到处为推荐 但是那个大的太大了 不好学来 但是就是 初学者的话 那他们就会去学好 但是 我觉得一百个人 去学路人车 我不说一百个人 自然有九十九个人 就是说一百个人都学会了 自然有九十九个人 会天天用它的 因为这个很方便 其实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 它这么难去 你可以办一个配件 装过一个轮子 那么等于学会来 再把那个轮子 就是说 把它可以变成 好像一个保安者 这是那两个概念 对对对 是 不过那个 那个 那个 其实可以拆出来 就是说 我可以选择 滑板车的模式 也可以做成 读轮车的模式 好像一个电子引进港 那我会 比较适合 读轮车的时候 我就把它变回一个读轮车 对这个一块儿 曾经就是 我们也有一些玩家 是自己 自己改造 去把那个 自己车吧 把车架给俱了 然后自己 前面把它改造一下 把它放到贵人车上 坐到上面骑的时候 也有这样去改造的 但是 像是 因为坐贵人车 也不只是我们一家 有很多家去做的 但最终的远选 就是做贵人车 我们过方便考虑吧 对 其实你有 Academy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先设计 先订阅一评 这次是车上风格的特别 车上风格的风格 让车上风格的车上 按摩 下来一带的车上 车上风格的车上风格 这次车上风格的车上风格 车上风格的车上风格 等于成统的车上风格的方式 这些想法是很有趣的 那么有什么重量的限制吗 比如多少重量的人可以骑吗 对于主人车这一块的话 我们在说明书上标签的 就是说要小于150千 但是实际上的话它成功 肯定不止这个重量的 当然200千块鞋也会骑 只是说比较强的快而已 就是这样 就是150千块以下来的时期 其实是多少 这个我们其实也就是在重量 在HareFront也要换很多 我们电器走把它加强 然后动作也是更换 它的那个材质就是那个划住 它是用最好的材质 然后脚踏板就是用的美合金 就是不断把它往上来 平时需要一些什么保养吗 平常的话 大概一千公里需要做什么保养 大概一千公里需要做什么保养 其实这个车子最主要在保养 就是说你可能骑了半年了 或者快一年的时间 最好把那个擂台给换了 因为有常见的磨损的情况下 你很大保证它哪里坏了 怎么样 什么 骑到外面 漏气了 或者怎么样 怎么把车都回来 很麻烦 因为这个 那个擂台本来就是一个 磨损的一个期间 就是说 时间长了 就要把它擂台给换了 这样子 因为它的话 嗯 就没想到 就是有些拉感的话 可能需要把那个 车子打电来的 车子打电来的 然后它更加反应 有任何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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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輪子可以作出一次嗎 50輪子 50輪子 有任何問題嗎 有任何問題嗎 有任何人喜歡買嗎 如果不,我們來大聲鼓勵 謝謝你 謝謝你